小姐 要個電話好嗎? 大家好這是看你老師 今天非常開心又可以為你們帶來一集新的特級報導 那今天老師要為你們介紹這個產品 老師個人是覺得蠻酷的 那為什麼今天會有這一集報導呢? 就是因為老師最近看一下我youtube的觀看訂閱者的比例 女性的觀看者訂閱者越來越多 所以老師真的是非常非常開心 也非常感謝所有的女性觀看者 訂閱者這樣支持的老師 所以今天就為了你們拍了一個特級的報導 介紹一個不一樣的產品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今天老師要為你們介紹這個產品 其實是老師自己的homeboy非常好的朋友 自己研發的一個很酷的產品 那因為他有寄了非常多的產品來給這個師母試用 那其實所有用過這一雙這個產品的人 都非常非常喜歡 什麼樣的產品呢? 來我們首先先從這個品牌的盒子開始 這個品牌的名字就叫做 Flip Plop 那講到這個名稱呢? 其實他就是這個代替英文的這個拖鞋 Flip Plop的意思 那與其呢 用這個F他直接用這個P 有沒有看到? 直接這樣霹哩啪啦有沒有 這也是他們真正的這種中文名字 Flip Plop 非常非常的酷 那為什麼他這個研發者呢 這個發明者會用這個名字呢? 就是因為他覺得拖鞋穿起來都有這種霹哩啪啦的聲音 所以呢他就很有創意的 將這個Flip F的這一種 Initial 字母頭 把它取代成P 所以就有這個Plip Plop 就是噼哩啪啦的這種聲音 非常非常的酷 那這個盒子包裝 老師個人覺得蠻有設計感的 那今天呢 老師要為你們介紹的這個產品 其實非常非常的酷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這個鞋標 沒錯 講到鞋子就一定要先從鞋標開始 上面就有一個他們Plip Plop的這一種 Logo在上面 然後呢 Size 6也就是師母的腳型 沒錯 那上面這個產品的這一種顏色 跟這一種材質 型號就在這上面 整個盒子的包裝 其實非常非常的Sample 非常非常的酷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因為老師在這個運送這雙鞋子的過程中 被這個行李裡面的東西壓到 你也知道老師會要帶太多箱喔 這雙鞋子當然是比較重 把它壓亂的齁 要不然這個盒子其實非常精緻 非常漂亮 好啦那今天我們就來看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這真的是為我這些所有訂閱老師頻道 觀看老師頻道 這些女性觀眾所做的齁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裡面盒子裡面這個產品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們就先打開 首先呢 將盒子打開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Tab 它寫著什麼呢 他說齁這邊你看 Read above instruction to keep your flip-flop in best condition 也就是說呢 請遵照以上的指示呢 來確保你的這個拖鞋 永遠是保持最佳的狀態 其實老師覺得這一雙拖鞋齁 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為什麼老師等一下跟你講 我原則上這個盒子的包裝真的很酷 老師很喜歡 來拿出來的時候 然後就一樣有一個防塵袋 你現在這個年代買拖鞋 誰會給你防塵袋對不對 so this is like really really neat 非常非常酷齁 先把盒子放在旁邊 那除了防塵袋 裝著這個拖鞋以外呢 上面還有一個這個strap 有沒有看到 一樣也打著plip-plop 那講到這個strap呢 其實它是可以用來綁這個拖鞋 老師呢等一下再釋放給你們看 非常非常酷 我先把這個strap放在旁邊齁 那原則上呢 那這個袋子就是湖水綠的顏色 也是師母最愛的一個顏色 個人覺得非常非常的fresh 那再加上這個白色的這種拉鍊 非常非常酷齁 上面一樣有一個這個tab 直接打的plip-plop 也就是取代flip-plop的意思 非常非常好看 他們自家的logo 好啦那老師呢 今天要為你們介紹這個配色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亮眼齁 我們先把它拿出來看一下 OK今天要為你們喔 介紹這個就是有點像什麼呢 我覺得有點像這個棉花糖的這種 迷彩顏色 非常非常的亮眼 那不只這個鞋身的這種 迷彩的這種配色 非常的亮眼以外呢 那連它這個鞋尖的部分的上面也齁 這個繞上非常漂亮的鑽石 也是來自這個swavsky 也就是這個齁 史瓦洛斯奇的水鑽 這個是真的不是在跟你開玩笑 因為如果你上他們的網站看的話 他們還有齁 請這一種齁 非常著名的一個這個齁 鑽石設計師去幫他們做設計 所以這個顏色真的是 非常的非常的亮眼 很好看 很好看的一個細節 好啦那原則上呢 這個拖鞋拿出來 它上面還有掛著一個這種齁 plip-plop的小標籤 那上面呢 它還有寫什麼呢 它還說 這個是這個水晶 創意手工絲 什麼絲店齁 是來自這個地方有沒有 你看上面還有一個鑽石 貼在上面 就是來自這個工作室 非常非常的酷 你看老師 光看這個拖鞋就非常的心動 真的很希望你的homeboy 可以把這個齁 做成男色的版型 真的是超級帥 只是不要貼上鑽石對不對 因為貼上鑽石 這個是很old school 的hip-hop 不太適合老師 現在這種低調風對不對 不過anyway你看一下 這整雙拖鞋的這個材質 非常非常的軟硬 為什麼會軟硬呢 也就是說它非常有團性 可是呢 它的這個材質也非常的硬 也就是摸起來覺得 非常非常的有這種 非常有耐用的感覺 那講到這個塑膠的部分 它其實是用這種天然橡膠 這個natural rubber 那講到這個鞋尖的部分呢 它其實是用這種高階塑膠 也就是業界會稱的這種TPU 那當鞋子用到這種高階塑膠的時候 它其實壽命會變得更長 那講到東西要環保呢 一就是要嘛這個東西 這個產品可以回收 二呢就是說它這個東西 是非常的耐用 只要東西可以耐用呢 其實我們這個拋棄率就會降低 那講到這個拋棄率降低 其實就可以達到這種環保的訴求 非常非常酷的一個概念 好那當我們講到鞋底的部分 它其實也有一個非常酷的細節 它下面也打著這個plipplop 也就是他們這個品牌名稱 非常非常酷 我不知道你們這樣看得出來 看不出來 真的是非常好看的一個細節 那下面它這邊還寫著什麼 它說designed and made in Taiwan 講到這個台灣做的東西 老師一定是百分之百的支持 真的是非常非常酷 那最後下面呢 它還有一個size的這一種數字 也就是這個鞋子是6號 所以它上面打著這個 繞上這個6號的數字 非常非常的酷 老師個人覺得呢 如果呢 這個女生穿這個拖鞋 穿這麼亮眼的拖鞋 個人覺得是非常的喜歡 因為老師你也知道 我就是小隊 所以呢 當我看到這種女生 穿類似這樣的拖鞋 這種款式的拖鞋 我一定會非常的喜歡 當然我們講到這個Playplot 這個品牌的拖鞋設計概念 其實是老師的homeboy 早期在這個美國波士頓 Boston就學的時候 在這種Ivy League 就是這種長春藤的 這幾間大學校 比如說Huffle 之類的這種大學校的校園 看到這種大學生女生 其實他們穿這種拖鞋 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美感 那再加上呢 這些學校 所有的這一種風景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迷人 所以他覺得說 這些大學生如果可以穿上 類似這麼漂亮的拖鞋 在這個河邊 散步 一定會非常的漂亮 所以他當時就是 以這種學院風的概念 去做他的這個拖鞋的設計 老師覺得最酷的一個地方 也就是這邊 他的這個鞋帶間 其實是可以換 可以對調的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鞋尖的顏色 你是可以換的 那另外一個更厲害的東西 也就是我的homeboy說呢 他們的這個拖鞋其實 跟別的拖鞋不一樣的是 他們可以呢 給你一年的保固 這不是因為老師的關係 老師做這個影集 在跟你們講 這是他這個品牌 原本就有做這樣的服務 也就是說如果你這個拖鞋 真的穿一年內 然後這個鞋尖 跟這個鞋板 真的是脫離的 就是說穿壞的話 你可以直接寄回這個公司呢 他們願意會幫你維修 就直接給你換一個新的 所以老師覺得這個拖鞋 真的是非常貼心 不管是外型非常漂亮 還有他這個售後服務 真的都是一雙非常非常亮眼 非常非常酷的一個拖鞋 那剛剛老師呢 有跟你講到這個strap對不對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strap 這個是什麼用途呢 其實很簡單 那這個就是想說 一般人如果 這個不穿拖鞋 想要赤腳的時候 可以直接 當然你可以直接把這個 拖鞋直接勾在手指上面 不過呢另外一個很酷的 這個用途呢 也就是在塑 這個綁這個拖鞋的 比如說呢 老師直接就這樣子 把它綁起來 你看 非常非常的酷 老師個人覺得很酷 這個設計 我真的很喜歡 so big shout out to my homeboy June 這個設計真的是超酷的 有沒有 他直接就這樣子套住 那你就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手把 把這個拖鞋這樣拿著走 這樣有沒有飄撇 真的很帥 老師個人覺得這個很酷 所以June come on man 我希望你可以快點做一個 男生版的這個拖鞋 真的超級超級酷的 那所有這一次 觀賞老師這個特級報導的 這些女性觀眾們呢 如果你對這個 Clip Pop他們的拖鞋有興趣的話 請在老師下面的敘述欄看一下 他們的這個產品的連結 真的是非常非常酷 那為了要讓你們知道 這一雙拖鞋多麼的漂亮 多麼的酷炫 老師現在就讓這個師母 來施著給你們看一下 好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再次感谢所有订阅老师频道 这个观看老师频道的女性观众们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 希望老师未来呢 可以再为了你们多拍几个 这个有关女性商品的这种特辑报道 希望老师这一次为你们带来的特辑报道 你们会喜欢 那til next time 这次看你老师再见